温婉清新 却成了犯罪分子实施作案的伪装 娇小玲珑 竟是胆大包天摇身一变黄金大盗 处心纪律 嫌疑人笑然隐身 也难逃天眼追踪 围追堵截 江岸警方揭开狡猾女子神秘面纱 双面利人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4月3日 正值清明小长假 早上6点 杭州市江干区一家超市 又迎来了假日里喧闹的一天 刘姐是一家珠宝金饰店的店员 她工作的金店就开在这家超市里 考虑到假期金店里生意会特别好 刘姐一大早就来到店里 当她打开柜台的木门 准备将保险柜中存放的金饰品拿出来摆放时 突然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看到这个情景 刘姐很惊讶 昨天当班的营业员怎么这么粗心 保险柜的钥匙都不拔掉就下班了 她立即拿起手机 将保险柜的状态拍了张照片 发给了昨天当班的营业员 然后就拨电话给她 那个电话是关系的她 在我心里想 肯定是她太累了带小孩 又是这么晚下班 可能是睡着那里 进阶段 刘姐将另一个柜台的门打开 同样 保险柜的钥匙也插在锁孔上 这时刘姐发现 这个保险柜里少了四件大点的黄金吊珠 她再次使劲将第一个保险柜拉开 这时 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少了是差不多将近两公斤吧 一千多一千九百多克的东西 里面少的都是大件的雕坠啊 手镯啊 手链啊 很大的那个像七十多克 五十多克的那种全部没了 反正剩下的都是那种小的 进店里进贼了 有人打开保险柜 存放在里面的大件黄金饰品 以及两千元营业款 全部不翼而飞 刘姐顾不上多想 当即打电话报警 北道金店位于超市一楼的东北角 是开放式的结构 这家金店共有三个保险柜 分别用于存放不同类型的货品 北道的两个保险柜 分别摆在收银台旁的下侧柜台里 是相对比较隐蔽的地方 里面存放着店里几乎所有贵重黄金饰品 以及当天两千元的备用金 这个现场是保持相对静态的 然后呢 这个保险柜的上面呢 插着钥匙 而且同时呢 是使用了这个密码打开的 整个保险柜 没有任何被撬到的痕迹 刑侦技术人员注意到 金店柜台的玻璃全是完好的 金店柜台两个被盗保险柜和地面上 没有发现指纹脚印 柜台四周的门 也没有留有任何的撬压痕迹 唯独盗贼打开保险柜时 将钥匙留在了锁孔上 整个现场非常干净 这个精气从柜台到这个保险箱 很明显有整理的过程 侦察员注意到 金店内装有多个监控探头 可遗憾的是 由于前几天电脑主机烧坏 还没来得及修理 案发时 店内所有探头都没有在工作 这家钉店的精气 也是在整个商场中属于比较多的 而且他能知道 这个店里的监控是没有打开的 他选择这个保险柜 还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他知道 精气就放在这两个保险柜里 其他地方没有 过多的去翻动的一些痕迹 嫌疑人对金店内部环境 了如指掌 被盗金店里 又没有任何防盗措施 结合金店周边 几家店铺 及几个过道 超市都有监控的不点 侦察员寄托于视频探头 能为破案提供帮助 查找有没有监控探头 对住这个金店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 没有一个监控 可以对住这个金店 警方分析 嫌疑人会不会从以顾客的身份 提前来采购点 侦察员立即对被盗金店周边店铺 开展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工作 它整个商场分三层 二楼三楼是大卖场 一楼是一些店铺 卖衣服的 包括精气店 还有肯德基 这种店铺独立的 那么人流量进出 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这家超市共有三个大门 一个是超市的东门和东北门 还有一个是西侧的大门 每天晚上 超市打烊前半个小时 安保人员便将超市的东门 东北门进行锁闭 所有顾客 员工都有超市西门进出 侦察员对超市内各个角落 进行仔细勘查 超市一楼三个大门的门锁 没有被破坏的迹象 二楼三楼的门窗 通风管道都是完好的 也没有被损坏的痕迹 这个地方原先也发过 类似的案子 会不会就是 有其他小偷进来了 或者夜间埋伏在这里 等到晚上人少 防范力量不落的时候 再实施盗取 然而超市负责人员 排除了这种可能 因为超市每天关门前 都有专门管理人员负责清查 那么 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侦察员注意到 一楼大厅里离被盗金店五六米远 还有另一家珠宝店 通过走访 这家店的柜台保险柜 也是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东西被偷 我们首先对那些金店 卖贵重商品的店铺 先进行走访 一圈下来呢 是没有发现被盗的情况 然后对一些各个店铺 也都进行了询问 都反映 没有物品损失被盗 这家超市里的金店所在地 新唐路 是杭州市江干区 一个繁华的街道 超市里的金店 突然遭遇江洋大盗 价值五十多万的黄金首饰 不翼而飞 一时间成为当地的重大新闻 警方曾希望 从中心现场的物证上 获得更多线索 结果并不理想 但是尽管如此 被盗保险柜柜门上 插着的钥匙 还是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注意 是嫌疑人 故意把这个钥匙 留在这个上面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来不及把这个钥匙拿走 那随机呢 我们就是进行了 更仔细的看查 发现这个钥匙 应该是原配的 并不是说 像普通的那些 盗窃案件当中 或者使用一些手段 配了这个钥匙 技术开锁都不是 外面流传来的嫌疑人 怎么会有钥匙 而且会有 不是很新的钥匙 这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 嫌疑人目标明确 他就是针对这家金店而来 然而要向和平将保险柜打开 不仅要有金店的钥匙 而且同时需要有密码 这两点缺义不可 窃贼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看来这期盗窃案既不能排除单独的外盗 也不能排除内盗 更不能排除内外勾结的可能 清明假期 超市内惊现黄金棒斗 精心设计 警方遭遇不寻常对手 线索凸现 保险箱钥匙 究竟隐藏什么玄机 迷雾重重 内道外道 警方如何解开谜团 双面立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3日 清明小长假期间 一名窃贼 潜入杭州江干区繁华街道上 一家超市的金店里 盗走价值50多万元的黄金饰品 以及2000元现金 假如说是外面的人进来到的话 应该是很凌乱的 但是我们这个的是 它还是摆得很整齐的 但是那种有些吊牌什么 都拈在上面 东西是没有的 侦察员发现 嫌疑人不但目标明确 而且守法老道 警方推测 这起盗窃案 可能有金店内部人员参与 我们逐一对店家进行排查 那么他有多少员工 有配备这个钥匙的可能 他们的平时钥匙是交给谁的 怎么管理的 侦察员对金店在职的 以及离职的员工进行重点排查 走访得知 金店营业员是做衣修衣的制度 早上七点到卡 晚上十点打样 金店里的柜台钥匙 保险箱钥匙 都有当天当班的营业员保管 打样的时候 柜台里的精器要求要锁进保险柜 保险箱应该是有三把钥匙 两个营业员加上一个负责人 三把钥匙 假如说是我们今天销售了多少 那我们的账本上都会减掉 在他第二天当班这个人会点数字的 一大早我们把黄金摆出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必须要把数字点清楚 早年间 金店有严格的相互监督制度 规定打样把货品放进保险箱时 必须有两个店员同时在场 但近些年人手渐渐不足 慢慢的 这个规定也就不再严格要求 不过虽说钥匙全部由当班店员一人保管 但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坚守自盗的情况 原先这家金店也有一个老的员工 但因为这个员工家里有了事情 要离开这个金店了 所以他们单位又请了一个新的员工 跟着这个老员工一起进行工作 4月31日 在金店上了十年班的徐大姐 正式地离开了这家金店 去别的地方工作了 离职三天 金店就发生被盗案件 这不得不让警方对这名老员工 突然间的辞职产生怀疑 徐大姐的事情我是没有回忆过的 因为她是十多年下来了 人很好的她 徐大姐这个人品 做事的仔细程度 对家庭的情况 应该是他们的店员的话 就是像我们警方反应 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同时我们也迅速的联系了徐大姐 从这个情况来想 看的话我们警方的话 认为徐大姐这个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 通过走访 侦察员对4月2日 在金店当班的这个营业员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据店员反映 这名营业员是金店刚刚招聘来的新员工 4月2日是他单独上班的第一天 而且事发后 金店负责人始终联系不上他 从店内的员工走返 发现这名长发小姑娘来上班只有5天 前4天都是在一个老员工的带领下 两人一起上班 昨天是这名长发小姑娘 唯一一个人当独上班 那么3月底 金店员工徐大姐离职 4月2日 一名新员工独立上班 店里就发生被盗 这个窃贼又如何会把作案时间 纳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出于一种 我们职业的一种本能 那个联系不上的营业员的嫌疑度 马上就大大的提升 得知这名营业员 当时来金店应聘时 曾留有他的身份证复印件 这时通过身份证照片 侦察员看到一个稚嫩的面孔 沈欣 江西上扰人 1993年4月出生 这个身份证号码对应的身份证是没有的 然后对这个沈欣这个名字的查找 那么跟沈欣发现符合这个身份证号码的身份证是没有的 那么是一个假名 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沈欣这个名字展开调查 发现跟沈欣相匹配的地点跟出生年龄人的女孩也没有 93年出生的沈欣拿着假的身份证应聘到金店打工 他真正的目的何在 而且在他一个人当班的时间地点 金店就发生被盗 难道这一切只是个巧合 我们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目光焦点 都聚集了在沈欣的这个女人员身上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个嫌疑度很高的一个人员 侦察员分析 4月2日当天他一个人在金店上班 必定会有异常行为 侦察员对案发当天审心在店里的表现逐一走访 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就在这时 一家玉器店的主管小李向侦察员反映 4月2日他刚好也在店里 因为两家店铺挨得很近 加上对面金店新招来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羽营业员 所以当天他对这名新来的女孩 印象很深 我当时看见了这个营业员形象还比较不错 像我们做珠宝这一块的 做银饰品这一块 就像形象要好一点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造的 我当时还觉得他们在哪里造的 有没有还要合适的小姐妹 给我介绍一个 慢慢观察 这个小小的个子 言语不多的美女营业员第一天上班 既不尝试跟顾客搭话 也不上心推销商品 似乎对这份工作并不感兴趣 对金店的销售并不热心 可能因为年龄小 刚来金店还不太懂得如何主动去创造销售业绩 可是到了下午三点多钟 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 小李看见 这个女孩却不停地在盘点店里面的惊奇 这一反常态的举措 着实让小李有点琢磨不透 到了晚上九点半 小李已经把她店内的物品都收好 准备下班 看见对面金店美女营业员 并不着急将货品入口 她还特意嘱咐她 马上就要下班了 你赶紧把这些货品放好 否则怕不安全 然而这个营业员却说 不急 你先走吧 我慢慢来 这个假名为审心的女营业员 此时在警方看来有一定嫌疑 结合当时正是超市下班时间 侦察员立刻查看超市西门 下班员工必经出口的监控录像 在金店店员的指认下 侦察员果然发现了审心的踪影 超市的西门 头天的这名演员 在下班的时间急冲冲地 背着一个女士的酸肩包离开超市 穿了个运动服 很年轻 看上去比较年轻活泼的一个小姑娘 我们当时就在想 这个小女孩有可能是她吗 她会是这些黄金的盗窃者 这名93年出生的女孩 究竟是不是嫌疑人 这成为了摆在警方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果一旦在这儿出现判断失误 错过破案时机 那么被盗赃物和真正的嫌疑人 很有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清明假期 超市内经现黄金大盗 暗度陈仓 五十万现金如何瞬间不见踪影 查找轨迹 下班行走 举止怪异 究竟目的为何 虚假身份 神秘女孩出现 为何引起警方注意 双面利人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3日 杭州江干区繁华街道上 一家超市的金店被盗 侦察员经过连续工作 发现金店刚刚应聘的一名新员工 用的是假名 案发后 这名女孩销声匿迹 侦察员分析 这起盗窃案与她有很大的关联 侦察员利用超市监控视频发现 当晚超市下班后 这名长发女孩沈欣 手上拿了件衣服 戴着口罩 背着一个双肩包 脚步匆匆地从超市西门往外走 在我们仔细看了这个监控 发现她这个双肩包 你感觉是装有东西的 监控画面显示 21点49分10秒 女孩走出超市 不知为何 不到一分钟 21点49分57秒 这个女孩突然又返回超市 莫非出现了什么状况 警方结合超市录像中 神秘长发女孩 戴口罩及双肩包等明显特征 搜集查看超市其他出口 及周边监控 很快就在超市地下通道 侦察员再次发现 这名长发戴着口罩的女孩 只见她把手中外套穿在身上 盖住了背在身后的双肩包 然后从超市地下通道的出口出来 到超市东门外的停车场 骑上自己的电动车 消失在黑夜里 如果说她要走地下车库 她完全可以直接 从她的柜台 到那个地下车库的路口 下了班子后 从西门走出去 又折返回来 通往地下车库 再从地下车库 落路 到了她东面的这个停电动车的地方 她这个行进路行 走的不是正常的 这个长发小姑娘 走的这个怪异的路行 引起了我足够的注意 侦察员推测 嫌疑人作案后应该是急于逃离现场 此时正值下班时间 沈欣顺着人群从超市西门离去 可是走出西门后 她突然想起自己的电动车在东门停车 想到超市地下通道里行人稀少 所以她又折返回超市 向东门停车场而去 监控画面显示 21点55分57秒 这名女孩骑着电动车 沿新唐路路北的方向 消失在夜幕里 刚好新唐路正在建设当中 新唐路上所有的监控 进行了维修和更换 所以造成小姑娘 连着新唐路的逃跑的四平路线 是无法继续进行追踪 嫌疑人去哪里了呢 莫非她在新唐路附近有落脚点 选择从这条路上逃窜了吗 指挥部迅速把这个 审刑的身份信息 包括她的生活照片 迅速上传到我们 快增快破的工作去 要求我们江岸区 整个杭州市汽车站 火车站 飞机场 对这个民审刑嫌疑人 进行紧急布控和查找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针对这个假的身份的 利用多金钟的资源 快速的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2016年4月3日上午9点50分 专案组对嫌疑人 沈心紧锣密鼓的排查 正在进行 距离案发现场20公里的丁桥 正在派出所值班的副所长阮家俊 看到指挥部发来的警情 当他看到这起盗窃案件 嫌疑人的名字为沈心时 立即引起了解决 看到沈心这个名字呢 对我印象太深刻 因为14年的时候 我们丁桥的辖区 也发生了一些类似的案件 当时呢 这个嫌疑人也是拿着 沈心的一张身份证 到这家店里面去应聘 工作了三天以后 应该是10月21号的上午 他当班的时间 把店里面所有的 几乎是所有的银饰品都偷走了 丁桥派出所副所长阮家俊 将两起盗窃案件 嫌疑人使用的假身份证上的信息 反复比对 发现他们是一模一样 连身份证号码都没有变动 他的照片看上去 这个小姑娘长得还是比较漂亮 我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会和这个盗窃案件会联系起来 他这个反差是比较大的 2014年 丁桥某超市银饰品店被窃案 总损失共计十余万 从案发直到现在 一年多来 丁桥警方从未停止对该案件的调查 然而 苦于缺乏线索 案件一直没能侦破 但是 通过大量走访调查 丁桥警方最终掌握了 嫌疑人沈欣的真实身份和行踪 沈欣 真名为祝小燕 1992年7月出生 江西上扰人 阮家俊注意到 一年前发生在丁桥某超市的盗窃案 与眼下新唐路发生的超市金店盗窃案 两起案件 案情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嫌疑人都是针对超市中的金店 银饰品店 利用假的身份证 硬品工作 潜入店中 刺激作案 至此副所长阮家俊大胆推断 这个审刑正是丁桥警方苦苦寻找的犯罪嫌疑人 当时我们丁桥这个案件的情况 并且把我们当时所掌握的 这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他的镜照 他的生活照 也一并发送到了微信群里面 在发送以后 我也及时通过电话 联系了我们现场的指挥部 就在此时 这个审刑突然出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惊喜的事件 就是我们在询问的当班的营业员 收到了审刑的微信 嫌疑人审刑称 他从店里偷走的金器 他已经放在超市西门外的警车车轮底下 叫金店店员赶紧去取 同时他表示 知道自己错了 爱求金店负责人能否放他一马 收到审刑发来的微信 四季清派出所副所长郑洪荣 既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 嫌疑人盗取了赃物 终于能够误归原主 担心的是 嫌疑人审刑轨迹多端 这次可不能让他再次侥幸逃跑 一方面 马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作案组 让他们知道 这个审刑已经回到了作案现场 走法的民警马上赶到门口 对那个轮胎底下西门来插走 可是在警车的车轮轮胎下 以及超市西门周边草丛里仔细寻找 结果却没有任何发现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涉案五十多万的黄金去哪里了 侦察员立即调去警车停放点周边的监控 进行印证搜寻 监控画面显示 十点三十八分三十秒 在超市西门门口 果然出现一个戴口罩长发的女孩 她一边警觉地向四处打亮 同时向门口停放的两辆警车走去 这名女孩再次走进一辆警车侧边 有一个扔物品的动作 没过一会儿 侦察员果然发现 在这辆警车的前车轮下面 摆放着一个蓝色的购物袋 我们继续对这个监控进行回放 很惊奇 发现一个超市的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 在打扫的过程中 发现了警车下面的这一个蓝色的物体 那么她当作垃圾扫入了她的货机里 然后又很平常地离开了我们的监控区域 警情联动 江干警方意外发现连环大案 满盘皆输 精巧伪装是怎样的贪婪人生 缓兵之际 盗窃赃物无法掩饰犯罪事实 多行不易 教化窃贼最终难逃法律制裁 双面利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3日上午 正值清明小长假期间 江干区谋超市的清洁工高大爷 正忙得不亦乐乎 今儿他像往常一样 在超市西门门口认真清扫购物行人扔下的垃圾 当他看到一辆警车车轮下 仍有一个购物袋 他立刻将购物袋扫进破棄 高大爷不曾想到 被他轻走的这个蓝色购物袋里面装的物品 竟然是警方四处搜寻的脏物 50多万的黄金 然后迅速地找到了这个 打造卫生的工作人员 在他的带领之下 把我们带到了边上的一个垃圾箱里 我们民警非常兴奋 当时民警看到垃圾箱里面 一个蓝色的类似扔在我们警车下面的这个布袋 虽然我们非常兴奋 黄金在 但是我们在想 是不是全部都在 然后审心 他放了东西之后 又去了哪里 专案组经过仔细分析研判 眼下发生的金电盗窃案 与一年前丁桥发生的盗窃案件 是同一嫌疑人审心所为 专案组最终决定 一定尽快追回赃物 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 祝小燕 公父不负有幸人 在我们那个 他居住地遵守的便衣 在接警后的不到五小时 在祝小燕居住地门口 发现了他 当时他已经戴着行李箱 背着双肩包 戴着口罩戴着帽子 准备钱 同时 警方在嫌疑人 祝小燕随身行李中 找到了超市金店里被盗的两件 各50克的黄金饰品 审讯中 嫌疑人祝小燕对2016年4月3日 他在新唐路超市金店 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并且还交代了2014年10月 他在丁桥某超市银饰品店 实施的另一期盗窃案 随着嫌疑人祝小燕的交代 侦察员始终疑惑 眼前这个年纪轻轻 个子娇弱的女孩 竟然是名黄金大道 2013年时候我来到杭州 就是我看到那个小区里面 就是颁那个证 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 跟他说一下 我说你们是不是可以 颁假身份证 或者是可以颁那个身份证 之类的 然后他说可以的 然后就说 要照片就这样之类的 然后就说身份证 就地址信息这种之类的 2014年 嫌疑人祝小燕 拿着这张审新的假身份证 尝试着到杭州丁桥 某超市银饰品店 硬品工作 当时老板见小姑娘 相貌不错 很快就将她录用 没想到 这名女孩来店工作 仅仅三天时间 就将店里面 十万元的银饰品 全部盗走 刚开始我就是没想 没想到那些 就是说拿着东西走了 然后手机就挂机 这种就是 然后也就是以那个 假的身份证 那个心态 就说应该不会找到 就这样子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公安机关也没有抓住她 那么这一次的话 她从老家过来 主要原因 可能认为 也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她缺钱 2016年3月27日 朱小燕 无意中逛超市 看到新唐路 一家超市金店 招聘员工 同样 她拿着这张 审新的假身份证 很容易地 得到了这份工作 在金店员工的带领下 审新辛苦地 上了三天班 当得知 徐大姐 3月底离职 4月2日 金店里 有她一人上班时 朱小燕认为 下手的机会 终于来了 然后知道 就弄些黄金 黄金就走 就说应该不会 那么快就找到火 就这样之类的 就说拿了这个黄金 就是说如果 就是说能卖掉了 然后这个黄金 就是说 怎么去用 就是说 拿一些钱去开店 然后拿一些钱 就是说 去 就是说去治病 案发后 嫌疑人 朱小燕自以为 自己的盗窃计划 天衣无缝 可以侥幸逃脱 没想到 半天的功夫 江盖警方 便找上门来 我那时候我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 就是打算回家 就这样子的 然后就看到警方 就是找我弟 就这样之类的 然后我就知道 他们在找我 但是那个黄金 已经在我包里面 此时 嫌疑人 朱小燕 才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 她戴着口罩 再次来到 她行器的 超市西门门外 将盗走的赃物 偷偷摸摸的 栽在超市门口 停放的警车车轮的底下 通过对她的审讯 感觉对我们抓住她 看到非常的意外 她也甚至没有想过 万一抓住会怎么样 会做多少年的老 特别这次认为 东西也还回来了 没什么事情 那两年 有可能就出来 朱小燕 她本身 她没有任何法律的意识 她并不知道 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后果有多么的严重 所以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学乏 守法 懂法 是十分重要 仅仅十二小时 朱小燕就从一个温婉的女孩 变成了阶下球 朱小燕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警方的抓捕 也没能逃过自己的人生悲剧 案件真相大白 外貌亮丽 娇弱的小女孩 竟是一个黄金大盗 被盗金店 及金店周边所有认识她的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是没有想到这么楼落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从来是没有想到 她说这个营业员她印象很深 看上去非常漂亮 非常文静 就是应该这个案件 不会是她做的吧 犯罪嫌疑人很好地利用了 这个大金店的管理漏洞 同时这个犯罪分子 也利用了自己的 自身的一个优势的条件 就是她假装自己清纯 年纪轻 不会被店家所怀疑 这么一个特体 实施了个盗窃行为 2016年4月3日 朱小燕涉嫌盗窃 被江干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2016年5月6日 江干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对涉嫌盗窃案的 嫌疑人朱小燕批准逮捕 事实再一次证明 在这个法治过渡 谁利用人们的善良和信任 去犯罪 谁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起发生在2016年 清明假期的案件 江干警方立即启动 快针快破机制 第一时间集合各警中的优势力量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围追统结 终于告破了 为了追赃 抓获嫌疑人 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016年清明假期 专案组每一位参战民警 都牺牲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但是每一位民警 无怨无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五目星 南 1979年4月20日出生 户籍地址 福建省安息县 赶德镇福德村福德17号 身份证号码 350-524-1979-0420-6010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